我们讲算 这后面不远是算 大家能找到吗 这是算 我们先讲算后面一句话 我们在这个书上的算后面 有讲一句小话 一句小字 大家可能没看到 走文53 从二大段 从四头 从芒 讲草部最早之后 之前我们讲过 在说文的这个系统里边 一个草 一个侧 两个 一个侧 草 会 莽 是四个字 对吧 但是在真正的古文字的时代 一个草 两个草 三个草 四个草 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区别 除了要表现很多草的时候 会挖得多一些 所以呢 它这里写的是大段从莽 就是说 它的意思就是说 前面那个 左边啊 我这里是上面 我们这个书的左 就是之前的五十几个字 还有一个议题 就是从四个草 其实一二三四是一样的 好 我们讲这个算 算个荤菜 荤菜是什么意思 刚才谁说有肉的菜 我就等这个错误的说法 我就特别等了 你知道 我就不说错了 这个我们这个知道一点 这个身边有幸福的这个朋友 就会知道 这个荤不是动物性的意思 而是这个有 有这个浓烈刺激性气味 所以这个印度 这个佛教本来在传入中国之前 和传入中国之后的最初的一段时间 大概一两百年 这个祭的这个荤 不是肉食性的动物 就动物性的这个肉 而是这个辛辣的刺激的味道 这个和尚吃肉是他的 和尚不吃肉 是这个到了中国之后 才有的一件事情 那么本来吃什么就应该吃什么 不吃荤腥的意思呢 是不要让这个人 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不要跟这个别人接触的时候 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 荤菜的意思就是有荤 有这个辛辣味道的一种蔬菜 一种草 它的按照说文的分析 是从草蒜生 这个蒜后来还用作二简字的 这个蒜术的蒜 大家记不记得啊 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看到过一些 后来被废除了 那么当然他这个分析是不对的 我们先讲一讲 有趣的是这个事情 这个我以前还搞不清楚 就是段柱讲啊 大蒜乃这个张千石得自西域者 从本草写的是 大蒜名胡小蒜名蒜 干时以大蒜别于蒜 就是说大蒜叫大蒜 小蒜叫蒜 后复以小蒜别于大蒜 就是大蒜叫蒜 小蒜叫小蒜 是这样的吧 古只有蒜而已 古代就只有小蒜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是大蒜 什么是小蒜 就是上网搜了个图 不知道对不对 说这个是小蒜 就是我们上海话 现在叫角的 对吧 这种东西就是小 有可能这个就是小蒜 不知道 一半一半一半 小的一半 小的一半一半 是啊 是 就是气味没有大蒜那么浓烈 但是味道很像 中间的也没有一半一半分的那么清楚 不过 蒜 它并不是从草从事的 蒜是从 这样一个 你要这样写 这样子 其实是写成这个 这个也不是耐 这是碎 它只是两个碎 两个碎并起来的 但是从碎得生的 哎 这怎么说呢 这事 总之 千万万万化成一句话 蒜不是 不是从草 蒜生的 蒜本来是从两个碎 或者两个随便什么吧 并起来的一个 一个一个字 后来因为错误的分析为了 从草 蒜生 又把下面这一部分赋予了 蒜这个读音 又成了这个字 才有了后来这个算术的 算的这个读音 其实他们都没有关系 其实这些不说也没关系 这个说文 是不有这个 从两个式的这个字 明是以算之 这个以 这个是这个算 从二式 这些都是很晚很晚 晚起的 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请大家订阅一下 请大家订阅一下 请大家订阅一下